然後為什麼想要做原創的事情也有個起因 有一個遊戲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叫瑪麗莉卡 是一個設計師王學士 一個原創遊戲 那它的第一版有一個故事 當時Dice Tower的一個Reviewer Reviewer這個遊戲 然後就講了一句話說 他deserve for North America Market 就是希望有北美市場有人引進這個遊戲 阿斯卡斯亞嘛 白色盒子嘛 瑪麗莉卡 對對對對對 他特別講了這句話 然後就促使了當時C夢 簽了這個遊戲的版權 然後他再把這個版權轉賣給阿斯莫迪 哎靠腰 這樣又講出來 你根本就不用想要隱藏 不用再解釋 然後呢 這遊戲賣出去版權以後啊 遲遲大概三年吧 沒有任何出版 而且做到違約哦 就是這個出版商 寧願付他違約金也不出版 為什麼會這樣 我沒有人知道為什麼啊 那後來設計師版權就拿回來 就說啊你都付我約金 然後合約的時間也過了 那為什麼 就乾脆出一出 就就對 那他也不出就拿回來 嗯 當然這背後有一些貓膩嘛 那我就試圖用比較隱晦的方式說明 大家想一下 阿斯莫迪底下有一家公司 叫Plan B 是他收購的 Plan B最有名的遊戲是什麼 化妝哦 好我講完了 好 好 我接著講 好 你知道我們都是科技業的 這樣你懂了嗎 okokok 就是有很多公司競爭的方式是什麼 EA嘛 EA Games嘛 ok 懂了 欸我沒有講哦 是你們講的 我終於不是我們就不是 這個可以吧 這個EA Games 所以告我們啊 歡迎來到桌遊辦飯 我們一起來聊桌上遊戲 我沒有這個影射哦 我們也只是 你懂嗎 旁敲設計 那後來設計師就把版權拿回來之後 就想說 可不可以找人來來出版 嗯 然後後來我發現 呃 因為要重新做國際版本 其實他已經re-art 就是這個版本不但美術全改了 連規則也改了 我覺得是 誰改的 呃 是一個C夢的編輯改的 哦 當時C夢有收購一個工作室 專門在編遊戲 嗯 然後這個 編了遊戲的內容 就是他不但會改美術 還會改規則 還會改過一些平衡 編這麼多 他不用經過作者同意嗎 還是他已經跟作者討論出一個新的版本 呃 其實在國際出版的案例就是 簽一個設計師的遊戲 其實出版社擁有絕對的權利 他其實 他居然可以重置他的遊戲哦 可以可以 因為他基本上就是簽你的機制而已 嗯 他也可以不用你的美術 然後 你的規則 只要修改 通常業界的默契是這樣 你可以 大部分啊 大部分 百分之八九十的合約案例 是我可以隨便改 你其實是無權智慧的 嗯 那 大部分比較大咖的設計師 你可能才會比較尊重他 說哎 我們出版社想要這麼改哦 你同不同意 這樣 嗯 那有的設計師會不同意 那有的設計師會同意 可是其實大部分新手設計師的 第一個遊戲 被改這件事 他完全無權智慧 所以他有可能出版之後變成一個 完全他 跟他不一樣的遊戲 這樣 認不得的遊戲 因為他也沒有聲量 如果他已經成功了 他就有那個聲量去靠背這件事情 對對對 但第一款遊戲 沒有沒有 對啊 你就想烏玫瑰 他說他媽我農家了 為什麼改到我認不出來 哈哈 這種事不會發生 嗯 因為他在玩家間 可能也有影響力 出版社也不想被他靠背 這樣 那 那我就發現他改的版本非常好 比第一版更好玩 那我就說 那我們來幫你試圖做一下發行 而且是做這個 我外的發行 然後我就開始簽了這個遊戲 然後簽完之後呢 我就跟設計師進一步的討論說 我最近也想出一些小遊戲 因為那個時候Scott很紅 就是那個Label Climbing的那個遊戲 那我很不喜歡Scott的一個特性 是留牌扣分這個機制 打不出去的牌會扣分 我說我們來做一個不扣分的Scott 而且就是最好Combo打到爽的 所以後來我就簽了他第二個原創遊戲 叫PASS 就是那個遊戲 可以晚一點再介紹 然後簽了這兩個遊戲以後呢 我就想說 既然都要做原創了 我們就 當時第三個遊戲又 又那麼緣 緣分又那麼好進來 就是 蔣衛水 桌遊比賽有個遊戲叫13行文化 嗯 然後那個 桌遊列國簽了之後 一直升不出來 設計師也來找我幫忙 那我就說 那我們再簽好了 第三個原創遊戲又進來了 你 是不是有點衝啊 對 你當初是不是也是這麼衝啊 你剛剛 你兩年前是不是也是這樣 遊戲就一個一個進來了 這遊戲不錯 我簽啊 我在此呼籲 所有的原創遊戲設計師 都不要再找我 我們這個珍貴的影像要留下來 等兩年後再邀請你來 這個我已經沒力簽 現在這些遊戲全部卡在一起 每次都出不來 所以桌遊列國當時候是 他們遇到了什麼樣的狀況 沒有辦法出版這個遊戲 沒有人力啊 哦 而且你知道一個遊戲 簽進來跟你要發行 真的是兩回事 我就舉13行文化這個遊戲的 為例子好了 他得獎的那個Pototype 其實只是一個骰子公白遊戲 他13行文化是一個那個 你知道就是在現在的那個 巴黎 對有一個死前人類的遺跡 那他們有一個特色是墓葬的文化 就是他們會把他們的祖先 葬在自己的家附近 他那個遊戲好玩在 他是一個骰子公白 然後呢 資源轉換 一般資源轉換 那特色就兩個點 他的骰子是人 然後骰子會死亡 因為你從青年壯年到老年 然後你要想辦法 一直生骰子出來 生小孩 然後第二個特色是 小孩上面有一個特殊骰面 就是這個 他叫做模仿 模仿 對 然後那個骰子是可以一次擺兩顆 或擺三顆出去 你的小孩只要有模仿的這個骰面 他就可以模仿大人做一樣的事 懂意思了 那他就是一個在玩骰子 四代交替跟模仿的遊戲 他原本的設計師 是一個重測設計師 所以就把他做成了一個像 Table Building 就是你買牌回家建引擎 然後越做越強的那種遊戲 然後你要不斷把先人 扛去台 然後來換取 是交替越快越好嗎 對對對 換取分數 要盡量有效率的運轉 那遊戲到我們手上 我們就去測 然後我們就發現說 這個大概是中測難度 可是這個遊戲難度其實 大概在台灣只能賣一兩百套 因為就是一些G8的策略玩家會玩 你覺得他太重了 對對對 然後我不是說7 8 我就說7 8 好的 大家都知道了 7 7 8 8層的策略玩家會玩 那銷量就很低啊 而且你還可能會被罵 有的人就說不夠測啦 這什麼分game 然後有的人還會說 然後你萬一賣到新測玩家玩 就說靠這也太難了吧 出這什麼爛遊戲 有點重 有點輕有點重 剛好卡在中間有點 對 所以我就跟這個找了編輯 我就找讀顧位 我說我的目標是這樣 我要把它改成一個小時就可以玩玩 而且只有清測玩家 然後他說你給我一個參考標的 我就給了一個 PMB大賣的遊戲 Sentry Sentry第三部曲的那個樣子 我說我要一個小時 而且要做得很好玩 結果你知道嗎 過了半年 他帶回來 那遊戲你改到我認不出啊 但他的核心還在嗎 他還是骰子公白嗎 還是會生小孩 可是我們那個節奏完全不一樣 就是變成是你每次都可以把一把骰子丟出去 一把骰子直接上公白 你就爽感被針 對爽感被針 然後那個一把骰子塞出去 都還附帶有那個sub的行動 就是你還要算好骰子 然後呢他以前生小孩是要用公白去觸發 現在不是他的公白會變成 你就想像每個公白會可能有 四個骰子 五個骰子 六個骰子 然後你因為你每次可以出任一顆 然後當那一排 那一排公白會 譬如說七個骰子 三個骰子被占滿 剩四個 有人上第四個的 那四顆上去 湊滿七個 擠滿七龍珠以後就生小孩 所以你不但要決定 每一輪要丟多少骰子出去 觸發主行動跟副行動 你還要算好不能爽上加跟爽下加 哦 反正輪到你就是一把骰子出去 然後骰子全部用完就re-roll 又再回來這樣 然後他就變成一個 節奏比較輕快 對 然後真的就是一個小時內 然後暴力抗亡 這樣真的一個小時玩得完嗎 玩得完玩得完 因為我說沒有一個小時你就給我重改 所以從你開始決定要做原創到 現在過總共過多久 大概也快一年哦 快一年 因為編輯就編了快半年 所以其實你的角色就是有點像編輯 就是編輯的這個角色 應該是說編輯是 阿維就是這個獨孤位 但是我會給 比較自騙 對producer 我比較像producer 製作人的感覺 對 就是我去瞄準一個很明確的市場 然後告訴我的編輯說 我要做成這個樣子 那我通常會給很明確的guide 譬如說遊戲時場 遊戲的重度 然後遊戲要有什麼特色 譬如說我那時候就有跟他講說 我要festen 我要de-down time 然後我要很側的玩家 跟一般的玩家都願意在同一個桌子上玩 然後我不在意隨機性 就隨機性的挑戰做得好就好了 然後 有趣這樣 然後參考的目標 他可能會有一個參考目標 我就說centry 你去把centry給我玩一次就知道 所以像是一個公司裡面的BD 對對對 面向市場的那一位 對對對 然後編輯就很像PM 然後後面有開發這樣子 對對對 就類似如果公司有績效是 我就是會告訴編輯說 只要你做出這種遊戲 我guarantee2000套這樣 我覺得很讚 負責撒錢的那一件 就沒有2000套我負責 我覺得回到剛剛講的就是 剛剛也在講說 就桌遊市場工作者的銳度不夠 這件事情 但你其實是有想要自己掌握 來補足這一點嗎 是就是我覺得不管是代理或原創 就是桌遊市場 尤其是台灣我覺得比較缺乏市場導向的人 就是說市場導向分兩個方面 這部分就可以認真講 因為不會得罪誰 可是我講完可能是人家就以為說 那以前的人都做不好就對了 怎麼講都有人罵了 我覺得做市場有兩個很重要的層面 第一個是可能我們科技圈的人都懂 就是你一款遊戲要賣誰這件事 就是市場 TA 對啊 就是你的遊戲要賣誰這件事不定好的話 一你不會知道大概賣多少的量 那定價策略也會變 成本結構也會變 比如說這要賣策略玩家 只要遊戲信號 其他都用cuber就好了 這要賣美式玩家 美式玩家都無腦 只要模型就高潮了 我們就什麼事 好爽喔 所以你要知道使用者輪廓是什麼樣子 對 這個是市場區隔嘛 那你知道市場區隔 你才知道賣幾套 你要投資多少 第二個是 你要做市場的人 其實你要有一個概念是 市場永遠需要心血才能成長 自己的心血是指 就是 呃 本來不是 課程 就本來不是這個領域的人 但不知道用什麼方式被吸進來 然後就從此成為這個領域的消費者 比如說 有人今天不玩桌遊 那他可能玩了一個什麼東西 他就入坑了 那像這種 Gateway Games 對 Gateway Games的市場 市場開發 對 然後 而且Gateway Games很難的是 在台灣這麼小的市場 你要做Gateway Games你沒有量 所以你負擔的成本都很高 那你做Gateway Games你不但要做遊戲 你還要做媒體 然後你還要在媒體上傻笑成悲氣 讓大家覺得很好玩 他才會覺得想要進來 然後做完媒體之後 你還要佈置教學 你沒有教學影片去support 他可能買了一個遊戲就不會玩 而且成本又不能太高 Gateway Games不能太貴 對 而且還要克服 已經有太多的 破壞市場的失敗經驗存在 對 所以你要做這個市場培養的工作 你要做市場培養 你是不是要引進一些清澈 就像Gateway Games 或有意思的遊戲 然後你引進這遊戲 你就要去推廣 我舉個例子 譬如說像 我們上禮拜才做那個 夏日電玩展 對 然後 那個圈子裡面 那個 去買我們遊戲的玩家 大概有一半 都買一盒遊戲 而且那些玩家都是電玩玩家 因為我在現場有問 都沒有玩過桌遊 然後他們 都買那一盒 一盒 就都買 因為那一盒遊戲 我光三天賣了八十幾盒 哦 好多 你們猜是哪一盒 你的遊戲 QE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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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中貓 對對對 剛剛那個路人講了 河中貓 哦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們不知道買什麼 所以我說你會不會打橋牌 哦 會打橋牌的人有這麼多嗎 我也不知道 可能打電玩的人 蠻多打橋牌的吧 哦 然後他們就買回去了 但至少有個基礎了解就是 喬海這個其實就是一個基礎了解 而且現在玩家都很聰明啊 就算是電玩玩家 他聽到河中貓 他就搜尋一下 欸 有教學 哦 然後 而且河中貓這個主題其實也是 有一點已經見過在腦子裡面了 對啊 我還被罵 AG就說 如果你當初 盒子的名字不要取河中貓 你改的現在很流行的 名字都很長 我的盒子裡面藏了一隻貓 哈哈哈 沒有這個客群又不良 哈哈哈哈 我說 我說你以為我落客哦 哈哈哈哈 那個 醬群啊 他打開說 蛤 怎麼沒有女角 哈哈哈 怎麼盒子 我的曬馬娘呢 到底搞錯了什麼這樣 我的貓娘呢 對啊 哈哈哈 欸這個時候發言要謹慎 哈哈哈 這個客群好像 不太一樣 哈哈哈 我是同意你現在的這個決定的 哈哈哈 可以可以做換個美術吧 變玩展嘛 變玩展啊 OKOK 不要得罪人 哈哈哈 不要得罪群體 哈哈哈 好所以就是 你要去做這個推廣的動作 是很累的 嗯 那大部分出版社不太願意 嗯 那其實以前這個責任很多落在店家 但是整個疫情可能也摧毀了很多店家吧 嗯 大概關了台灣關了快100家哦 三年疫情關了快100家 所以也沒有人在做推廣這件事情 所以 嗯 而且策略玩家很容易小眾化 就是玩著玩著就只剩下這一群人 對 只要他沒有出山啊死掉啊 或者是生小孩啊或幹嘛 其實你們基本上不太變玩伴了 需要新世代的一個階層 一代期待起來 對對對 而且說實話你要去玩很多策略遊戲的資深玩家陪新人玩 然後忍受他的各種 你覺得無法忍受的行為 King Maker啊 不然就是卡你什麼第二名卡第四名啊 我覺得願意換玩家 因為開團帶新玩家這一點已經算很厲害了 對啊 已經很難得可以做這件事 對 所以這件事不容易發生 嗯 那最後就是圈子只會越來越小 你不覺得台灣的策略遊戲玩家 就每年都是一個循環 我有算過大概五年一個generation 然後那個五年只要沒人做推廣的事 就就殞落了 嗯 然後對 然後就很明顯 你從哪裡就看得出來 銷售數字就知道了 嗯 只要沒有新玩家銷售數字就是一直掉 啊 這也跟就是娛樂的面向變動有關啊 你想要假設這群人都玩五年 他們可能買遊戲就 就你看都已經買到像喪心病狂那麼多了 所以他買遊戲會更謹慎 他可能就不會再收了 然後我們有去統計過 真的會瘋狂買遊戲的玩家 就是入坑第一年第二年的玩家 可以理解 就不斷各方想各方嘗試這樣 對對對 然後當失敗的經驗累積到一定程度之後 就開始 其實也是因為你大概知道 你自己會喜歡什麼樣類型的遊戲 對 就知道自己的口味在哪裡 對你瘋狂嘗試以後 你可能就買特定項遊戲 所以 沒錯 市場需要一直引進新玩家 可是你引進這些新玩家 他們有機會成為中度玩家嗎 就是他們 有機會會就是 Going too deep 我其實從來沒有想過 要讓他們變中度策略玩家 因為我自己就不是啊 那 我為什麼還是希望去做這件事情 就是 你做一個 東西齁 就是 假設你只要做倡議或推廣 你不能有目標的假設 因為那個群眾你是無法控制 可是你可以回頭這樣想 就是 你也不知道你做出這一步會造成什麼影響 但 中規是會前進的 市場是會擴大的 那 本來一個桌遊的市場 它就是三角形的 就是 眾測玩家永遠都是少的 在歐美也是 只是他們的基數很大 所以你覺得他們眾測玩家好像多到像鬼一樣 其實沒有啊 很多眾測遊戲全球硬一硬也都兩三千套而已 對 所以 回頭我會想是會覺得說 我們做這件事至少讓貝斯變多 嗯 那貝斯變多的話 策略遊戲市場就會一直有活力 你就要整個線往上移這樣 對對 就會變多 他們裡面有幾%會成為中重測玩家 其實我根本不care 重點是他們開始玩策略遊戲 對 就是一個漏斗嘛 對啊 越來越多的水灌進來 就是你流出來的水還是會變多 對對 你就不用每次說 欸我們玩桌遊 欸狼人殺啊 阿瓦龍啊 對不對 黃牌啊 衝阿小 哈哈哈哈 瞎掰王 哈哈哈哈 我剛剛應該 哈哈 哈哈 好玩好玩 對啊 瞎掰王啊 哈哈 好玩好玩 我到現在沒有玩過 出版社 你看那個 瞎掰王的出版社是誰 狗廢火車對不對 他們 他媽願意花行銷預算 十幾萬二十幾萬 讓遊戲 去綜藝節目被玩喔 嗯 然後跟他說欸今天我們 集資策略遊戲 我們花個20萬來行銷 然後你就會怎樣 他說你腦袋有動嗎 哈哈哈哈 當然就是表現性 就像我們 也把比較Party的變成YouTuber 因為那個 就是比較有表現性吧 Party根就是比較 有這個優勢在啊 撐了遊戲就你不知道 怎麼去好好的表現它的 是 美妙之處 是 所以我一直覺得 我在用的方法就是 我先讓媒體這一塊啊 是讓不懂租友的人 看起來也有趣 嗯 所以 當然這跟我個人特質有關 可能是我自己講話也好笑 那我希望就是做節目的時候 讓這些新人有趣 那他沒有碰過桌遊 我只能從幾個面向吸引他們 比如說如果你今天是 策略遊戲我就講主題 所以你看我就恬不知恥的 用錢 donate你們去做那個 超級莫名其妙 百年戰爭的四個主題 對啊 哪個出版社會出這麼多錢說 欸你們幫我做一集 然後 無法理解而且還跟遊戲 就是不是在講規則 也不是在講遊戲 都不用跑夢 然後你們就講百年戰爭的歷史就好了 我跟 我們也無法理解 哈哈哈哈 他叫我們出一集 我們出了四集 哈哈哈哈 皮A在這裡 這時候就要說 廠商就會覺得 喔這錢給的太佛系 這樣 太好了 就你們不一定要佛系 這樣 但其實跟 對銷量 其實嚴格來說沒有幫助 但是 那時候 對那個影片還沒有出來 對不起那個好像已經賣 賣工了 哈哈哈哈 買買不到了 所以我也不是為了賣這個遊戲啊 我那時候給你們錢的時候 就是已經知道賣光 但我為什麼還是要做這件事 因為我就想說 從主題向吸收一些玩家 然後再來就是另外一面就是不要講主題 我們可能就是遊戲 節目有趣 譬如說 我跟AG拍的那個什麼 10個清測 10個總測 你知道嗎 我們那三支影片啊 其實私底下收到非常多的留言 跟訊息來罵我的 蛤罵你為什麼 你知道有香港 這樣就罵到香港 有香港玩家喔 寫訊來說 你們那十大重測是什麼垃圾 每一個都是垃圾遊戲啊 他說真的要重測 你怎麼不玩戰棋 然後你怎麼不玩什麼 然後他就開始列一堆遊戲給我 有沒有那種重測 為什麼你都會被罵 為什麼我們拍Top10 都不會被罵 因為我們有五個人 哈哈哈哈 我們Top10 站出來 我們Top5那個 根本就不是那一年初的 沒有 這時候 這時候就要回到我 一開始來你們節目 三年前 你們那時候不是也問我 同一個問題嗎 然後你知道 還被你剪成片花 被告我剪成片花 因為你們不夠紅啊 哈哈哈哈 三年了 我們的訂閱人數 增加一千多人 我再撐個九年 應該就可以 我可以變到 是不是 對 那你只能從這些面向吸引他們來try 來try 來try 那你要吸引他們來try 你不可能一來就說 欸我們來個里斯本好了 來個蓋亞計畫 來個 反正你問我什麼問題 我都回你蓋亞計畫嗎 神經病 你如果這樣做的話 就測量遊戲市場 再少一半的人 所以你想要對話對相 不是那種 超重測玩家 不是 就是超重測玩家一直以來 都不在我的射程範圍 超重測玩家 就是一群很m的市場 就是你東西真的好啊 你叫他下跪他還是跪 就這樣 就這麼簡單 你看全世界的桌遊市場都這樣 越暢銷的遊戲出版社越大牌 完全不改 沒有在理玩家的 你去看BGG也知道 有些遊戲 你看BGG那個抱怨complain 就是 Foreign一點進去 就十幾頁二十頁都在幹條這個遊戲 結果他還不是兩萬套三萬套在賣 對啊 好所以做生玩家不要再罵菜牛了 不好意思啊 因為我沒有要逆你們 我本來就是想要去照顧的是這些新手玩家 所以你就要開始代理一些Gateway Game 那 可能 跟期望有差 當你代理這些Gateway Game的時候 這種車玩家又開始就會complain你啊 說你不是說要推廣車的遊戲市場 不是要推廣車的遊戲受眾 那你代理這些遊戲都清了跟什麼一樣 你到底能不能那個弄起來 這時候我就要講 你搞清楚 你說不定到現在還有玩伴 就是因為有人在做這些事 你不要哪天對不對 你對面的被車撞死 然後你前面的離婚 然後沒有 太兇了太兇了 太兇了 當這些你都沒有玩伴 你要找新玩伴的時候 我就問你 嗯 誰陪你玩 好不要再講錯這玩家 會被檢舉什麼暴力言 片頭一開始的時候不是就說是要講話被告嗎 講到被檢舉這樣子 我最近不是做一個主題嗎 就是 其實我最近也在拍這個就是傲慢的資深玩家 其實我有點意外 我PO那個主題啊 不是想要罵資深玩家 只是我不知道很多資深玩家很玻璃心 就自己搬椅子坐 對我就是傲慢 出來了 但其實你知道這是有故事的 你說你當初為什麼要做這一集的故事嗎 對 因為我身邊有三個玩家都是兩年前入坑 兩個女的一個男的 嗯 他們都很熱衷 也開始玩策略遊戲 然後因為進坑了 也要開始找團友 然後就有些開始 你知道玩一兩年就開始有固定團了 嗯 他們都不約而同 再玩兩年後 有一天跟我聊天說 他說菜鳥我覺得策略遊戲好難玩喔 好難玩是 不好玩的意思 不有趣 不有趣 那我就問說你都跟誰玩 一個長跟AG嗎 然後一個 一個長跟 一個長跟 算了這名字我也不要講 G我比較能調侃其他的算 跟圈圈 XX XX OK 好我就說因為你們都跟他們玩啊 他們都是很老很老的玩家 而且有特定口味 而且他們在玩的時候也不太會理讓新手 所以他們也不太會管你的體驗好不好 然後再來就是他們玩的都是那種算力型的遊戲 計算量很高喔 在跟你比計算量誰比較高的 他們一定很熟悉那個pattern 對就是那種讓電腦參賽誰都打不贏的遊戲 大概就是這樣 你可以發現我代理的遊戲很少這種遊戲 就是我常代理遊戲的時候做一種假設 如果做下去的人是電腦 玩家必定不能獲勝的遊戲 基本上我很少代理 對 因為我覺得那就是輾壓新手的遊戲 對你來說你也不覺得這種遊戲有趣嗎 以你的遊戲的口味來說 是 除非那個遊戲的主題實在是太有趣了 比如說像百年戰爭的那個主題 我是覺得那是有歷史意義的 那我就覺得這種算力的遊戲 其實抽象棋幾乎都在比算力嘛 對 那或者是像那個我們最近代理的那個薩爾奇史 他之所以讓我覺得有趣的是因為他不是單純比算力的 他轉了兩三成然後他有一些玩家的心理的猜測 你就會覺得那種特質你會喜歡 有一個遊戲的主題包裝他這樣 對 那我就問他們知道了這個原因以後 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嗯 就是我發現資深玩家在桌上啊 就是霸凌新手其實不是問題 問題是他們會給新手一些很不好的感受 你說是言語上的嗎 不只是啊就是 他們常常會認為玩家你要join the game 你要有一些qualification 你如果不到這個qualification 你就是not qualified 那qualified的人就是就是你就是欠罵啦 然後他就會覺得自己是大佬他要來教育 就常有的事情就是啊 大家都有一個套路有一個合理解釋 我是基於這個策略套路來形成的 但你卻跳出了這個合理的形式 對 做了一個荒唐的 其實最簡單就kingmaker這件事情 對對對 第一次玩農家樂的時候 我就是去拿了一顆石頭 然後其他人就是說 你要拿一顆石頭 你怎麼會做這種事情 好像我拿一顆石頭 我們是智障一樣耶 我就是修那個石頭好嗎 我跟你講 我跟你真是不約而同 剛才也想從農家樂開始 這是農家樂真的是 農家樂非常容易發生這種事情 對 你說哪一個如我哪一個石頭 有時候不行我就是想嘛 一顆石頭造就了十年的一個 跟農家路黑頭 那個怨恨的種子在我心裡 明明會長得到 他就發誓在於不玩農家樂 明明也是一個很好的遊戲啊 幹嘛這樣 那我就問了這些人 這兩三個人說 那你們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 讓你不再想玩策略遊戲 我就發現 最多不在遊戲本身啊 對 都是在誰跟你玩 那我就發現 喔原來我培養了一群 新的玩家 進到這個圈子裡面 最後就是給這些 那我 但我也還是認識非常多 很友善的資深玩家 那我就會覺得說 如果我在圈子裡面 反正我身上的劍又不差多一隻 我沒差啊 那我是不是該去告訴 所有的資深玩家說 如果你不想要 你身邊的玩伴死光的時候 沒人陪你玩 你應該長什麼樣子 就是你應該跟人玩遊戲的時候 你要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會比較受人歡迎 而不是人家都在背後說 媽的跟你玩遊戲 或者是 跟著面試一樣耶 比如說我就每天就告訴我說 媽的千萬不要跟AG玩 你那個王八蛋 好 對 之類的 感覺你希望這個圈子 變得更友善一點這樣 對 AG不要生氣啊 來不及了吧 他應該沒差 我身邊能舉例 只是他女 確實啦 我覺得任何一個娛樂 其實到了這種 這種Niche的程度 其實都會有這種 Hobby Market嘛 對 所以我才開始做這集 就是我想要蒐集玩家的意見 就是說什麼樣的資深玩家 讓你討厭 讓你憎恨 然後你看那個回饋 也都真的很有趣啊 有的說什麼 就像Teammaker也是啊 或者是教你做事情啊 你做對不對 就像你剛剛講的那個 農家樂那個 還有規則都不講清楚 就直接開始玩啊 中途補規則啊 還有其實跟你玩遊戲 其實不是要帶你體驗遊戲 他就只是想贏你的啊 還有那種就是 反正不深美局 我也看了很多 我覺得很好笑 我本來想說拍那一集 你知道我是要演那個 用演的 對 類戲劇啊 畫劇是不是 啊怎麼沒找我們演 我們做一個畫劇社欸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在寫劇本 然後我就是想要拍一集 噴射機 主題就講這個 就只講這個 然後我這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三年前就是我希望 假設你想鼓勵市場 你什麼樣的現象存在的時候 你就要把一些好的不好的 在在倡議上講出來 那三年前我可能在倡議的是說 我們沒有人去POMO市場 讓玩家願意玩策略遊戲 那我們三年來都在做這件事 然後三年後真的有一批了 因為你從銷售數據上看起來 真的有很多啊 不是老玩家跑進來玩 那下一個議題是 他們竟然遇到挫折 而且那個挫折還不是遊戲是人 那我就會 我當然也會鼓勵他們 就是說你覺得人不對 那你就不要跟他玩 對換一批人 但是有時候他們不知道 這個是所謂的 這個人特別這樣 還是就是這個圈子的常態 應該是說 我覺得競技型的玩家圈 特別容易出 這種比較傲慢的自稱玩家 因為對他們來說 這也不能怪他們啊 因為我身邊也有 比較這種性質的玩家 比如說像光毅 我們也是很好的朋友 但是他是競技起家的 他從小下圍棋 然後每一個遊戲他都非常的認真 然後你可能卡到他 他就是會很賭籃的那種 就是你哪個不卡 你為什麼要卡我 我才第四名 你為什麼要卡 你是第二名 他的想法 他的算法裡面 不合邏輯 不合理這樣 對所有不合理的棋局 他都不能接受 他就會生氣嘛 因為假設對他來說 所謂的認真 就是在追求這樣子的策略合理性 對 他不是盡力求勝 他是我一定要勝 可是在兩人以上的遊戲 你基本上沒有辦法管到 其他玩家在想什麼 對 那這就是遊戲的特質的問題 如果有那個遊戲特質就是這樣 你如果照著規則做 你不能因為這樣 然後你去challenge 人家說你玩家素質不夠 或者怎麼樣 但是問題是 他就是會造成這種困擾 那我的問題就是說 如果競技圈的玩家 你想要做推廣 你本來就不應該跟新手玩遊戲 嗯 你要看你今天 你今天玩一場遊戲 如果裡面有新手 你本來就要報紙的一個心態 你要嘛就是來social的 嗯 你要保持這個桌上是一個 和樂融融的氣氛 對 萬一 萬一那個新手是個超正的妹 他就算碾壓你一百次 你也願意啊 哈哈 這個就是差別 對 就今天只是一位新手是高爾 就這麼可憐 他就天生該被罵 然後 他拿了 他也只不過多拿一顆石頭 哈哈 他不是多拿一顆石頭 他就只拿一顆石頭 哈哈 對 他就被你就是罵到 好像祖宗都不勝這樣 然後說他沒有玩家素質 你到底會不會玩遊戲 你是不是策略玩家 我不是 你才有策略玩家 你全家策略玩家 所以 其實我覺得一般人應該都會 像我們在 帶一些我們比較 不熟朋友 左右的玩的話 我們可能會 自己跳出來當主持人 或者是說 你在玩的時候 你本身就會去做 一定程度的放水 你在一個 因為你在一個幸福的環境裡面 你沒有去過叢林 哈哈 叢林是很可怕的 去過叢林出來 去過叢林出來的人 農家樂我知道 因為當初 農家樂也是被打爆 然後 你就知道為什麼我都不可受傷 在玩農家樂 哈哈 欸 我跟你講我為了 我們送叢林跟叢林出來的 其實 其實 你知道我為了確保說 台灣真的有這樣的事發生 嗯 我其實在大概兩三年前 去了很多在地座遊團 嗯 台北 台中 高雄我都去過 那你具參加者的身份資嗎 參加者 對對對 微服出巡 沒有微服啊 兩出座遊菜老牌 不是 他們那時候 那時候我還不有名啊 大家都對我們借信啊 就是一起揪運團 我是一個調查記者 我就去觀察那個生態啊 那我就發現真的就是這樣 就是 有很多資深玩家 他已經玩習慣了 他不會去想到說 局裡面有新人的時候要發生 要怎麼辦 他還是會用那種方式 去堅持他所謂的遊戲理念啊 就是 就是一個禁忌的心態 對 對 他不會覺得說 新手在桌上 那你就是全力求生 你做錯是你家的事 你該被罵就被罵 但他沒有想過說 這新手可能我跟你玩一次 再也不玩策略遊戲 不是再也不跟你玩喔 是再也不玩策略遊戲了 嗯 座遊市場從事少一個人 座遊市場簡易這樣 我講一個我的看法 其實對於這些策略玩家 他應該跟菜鳥代理遊戲一樣 他就是想要在一個穩定 發揮策略的一個環境 來享受一個過程 嗯 但結果 你講得好含蓄喔 但結果又一個新手進來 他就沒有辦法體驗這個東西 他說如果我要體驗這個東西 我就跟菜鳥一樣去代理遊戲就好了 嗯 就是他想要那個催人體驗的確保度 這樣子 他就是需要一個 就是大家都是競技型玩家的團 他們就應該要存在一個 自己的團裡面 對 那我就講我的觀察得到的第二點 當這些競技型玩家 又直找競技型玩家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他們毛很多 怎麼 每個人都有不一樣的毛 然後競技型玩家的主觀意見都很強 所以就會爭鋒相對 你畢竟你已經是大佬了 你自認自己在這個地方是大佬嗎 相不容二福的概念 對對對 然後一旦競技型的圈子裡面有勝負 有些人勝負性沒有調適得很好的話 好 傾斗啦 等一下 我就是覺得這個是個性的問題 哈哈哈哈 我就覺得他已經脫離遊戲了 就是單純這個人滿雞掰的這樣子 哈哈哈哈 但你要知道 競技型的圈子的玩家群 發生這種事的機率是會特別高的 可以理解啊 就勝負心吧 這就是靠北所有的drama的來源嗎 哈哈 可以這麼說 所以你會覺得說 你們競技型玩家的圈子 鬧起來如果就是那樣 就那樣嘛 對 但是因為畢竟台灣玩策略型遊戲的場子 我們就再舉一個很好的例子 農家樂 農家樂一直以來有非官方的比賽在辦 明明比賽那熱情玩家在辦 他就有個宣洩的出口有沒有 就是反正你講那麼多的啥屁用 比一場就知道 他就是真正經濟型玩家該去的地方 對 我就是2023年台灣第一名你想怎樣 等一下這是真的嗎 你喔 不是我是說因為2023年第一名都還沒出來 我當然可以 喔 先走一下 嚇你們一下 我想說嚇死 石頭收起來 我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你有這個抬頭可以炫啊 對 而且 而且你只要一嗆他 我說我打一千場了 你打一千場了 我差一點點 就是武林的概念嘛 就是誰看不爽 天王山論劍嘛 對 實力拿出來講嘛 講一堆屁話有什麼用 打了就知道嘛 這樣 那你可以有這種出口 但是其實有很多策略遊戲 沒有像農家那麼盛行 那就會形成爭論 對 英文就是argument嘛 那argument 誰要證明誰是對的 很難啊 對不對 你今天 今天一個二到四人可以玩的遊戲 你們兩個人玩 好 那兩個人玩完 你輸他一場了 他可能各種理由藉口 然後再打一場 再打一場 所以你們這樣怎樣 打一千場 而且資深玩家 有些勝負性比較重 他可能輸了那一場 就說他媽這什麼分game 然後就開始講說這分game 我再也不玩了這樣 這是假一題耶 因為根本就沒有一個標準 沒有一個真的是那種賽季的感覺 對 你根本就沒有辦法去評斷 評斷誰高誰低這樣子 是 所以我最後的結論就是 所有競技型玩圈的argument 我都不太參與 也不太會去聽 因為我會覺得說 對我來說 我比較是屬於樂趣導向玩家 我雖然喜歡歐式遊戲 但是盡力取勝是我的目標 因為尊重對手 但我不會因為遊戲的勝負 然後去怪罪遊戲或者是怪罪人 因為就是遊戲的過程 那就是遊戲的一個體驗跟一個過程 然後再來就是你桌上有新手的時候 我不能夠去限制你 什麼樣的資深玩家才對的 是非觀念太嚴肅了 但是我至少有能力在媒體上倡議說 如果你是一個資深玩家 你今天想成為一個受歡迎的資深玩家 有哪些特質你最好避開 這也像是那個直男行為研究社 你是一個資深玩家行為研究社 我就是想讓他知道說 你可能沒有意識到 你在玩遊戲的時候 你講這些話 做這些事 會讓比較之前的玩家有那種感受 你可能覺得很習慣了 因為我們平常 就我們這些七八人玩遊戲都很七八 反正大家嘴砲大概也知道大家底線在哪裡 對對對 因為熟了嘛 可是如果今天有一個新玩家 既然你也這樣對待他的時候 那就不一樣了 那你可能就會受到人家討厭 那受到人家討厭沒關係 反正你就是 願意跟你打遊戲的人越來越少 所以 資深玩家你要小心 如果你發現你每次玩遊戲 都找不到人的時候 可能問題在你身上 就是你覺得大家都很好的時候 其實雞拍的人是你是即將來 哈哈哈哈 所以 那 回頭來想就是說 如果我能夠做出一集 讓 有新的資深玩家知道說 欸 我只要這樣子 我可以吸引越來越多玩伴 嗯 我不怕我對面的被車撞 後面 不要再詛咒別人 我還有20個備胎 對 20個備胎 而且 而且這些之前玩家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規則聽不懂 竟然還是很厲害 哈哈哈哈 有那種玩家吧 我這可能有些人都會遇過 就是欸 好像聽規則都聽不懂 但他玩的時候 他就是測感很好 不知道為什麼 分數都都很好 那 你就可以 得到一個比較好的圈子 那是我希望 這個玩家圈的 樣子 因為我覺得 這樣的玩家圈 比較健康 然後也比較不會有那種 無謂的謾罵 或者是 嗯 拿遊戲間來做 比高低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 人生已經夠苦了 你錢都賺得比別人多 現實社會是個loser 然後連玩遊戲還要比高低 大概是這樣啦 所以我就做了那一集 傲慢的自身玩家 但我蠻意外的是 有很多玩家就自己拉椅子坐 他們會怎麼樣回覆這個議題 他覺得我不是在罵傲慢的自身玩家 他覺得我在開地圖炮 我在罵所有的自身玩家 但這種搬椅子坐的現象也很有趣 我就回來跟兩三個 就我剛剛講的自身玩家說 欸你看喔 我們一做這個主題 我影片都還沒拍 就已經開始有自身玩家不熟了 藝人以心幫 靠背座友因為我又活了起來 我不在的時候死氣沉沉 我一回來又超級活躍 是怎樣 這是我開的是不是 我就想靠背菜鳥 會不會比靠背座 戰術人數更多 但是我覺得沒關係 等我拍完影片就沒事了 可是其實這也是一個我覺得 資深玩家可能你要面對的議題 就是說我們面對批評的時候的態度 其實也會影響那個市場的狀況 我舉個例子 假設你像我嘛 我每天都被罵 任何人都可以罵我 你知道商業圈的人可以罵我 因為我做出版社 媒體圈的人也可以罵我 就是我做媒體 玩家圈的人也可以罵我 我也是玩家 反正各個面相人都可以罵我 可是你看我被罵了這麼久 幾年了 三年前上你們節目就被罵了 差不多 超過五年了嘛 對啊 你有看到我崩潰嗎 我覺得蠻崩潰的 就是你有看到我每天搬椅子坐嗎 沒有啊 那為什麼資深玩家 你們稍微被觸及到 你就會想要搬椅子坐 你想要擠得進去呢 這個就證明一件事情 就是是好事也是壞事 就是資深玩家都會覺得很在意自己的話語權 就是他的成就 因為他們就玩比較久 對 他會覺得我投入一個這麼多時間的東西 是不容被challenge的 對 不容被侮辱的 就好像三年前我們在討論一件事情 我也是在節目裡 說做評論很危險的原因是因為 一個資深玩家很喜歡的一款遊戲被你噴成糞game的時候 嗯 他心裡就覺得說我老婆被你侮辱 嗯 我老公被你侮辱 那 那 其實這個事情也是一樣 當他投注了這麼多心力的東西 然後他被炸裂 他就會覺得說你怎麼可以噴資深玩家 那所以剛好你知道 太好了 在我的影片播出前借我半飯的節目說明 我不是在噴資深玩家 我明明你們是中文沒學好是不是 我是說傲慢的資深玩家 資深玩家的傲慢 我沒有噴資深玩家 我是噴資深玩家的傲慢 這兩個字這樣 那如果你覺得你自己不傲慢 他沒事啊 這樣 嗯 你也是資深玩家嗎 冠你 我是資深玩家 可是我應該不是個傲慢的資深玩家 畢竟我沒有那麼厲害 我沒有贏那麼多 我不在乎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可能就是一個概念吧 不管是不是資深玩家 大家站上桌子 就是以桌的這個媒介 大家是想要創造一個 良好的體驗 對 其實我同意你剛剛說的 就是競技型玩家 因為他只是毛很多 但他可以有自己的場子 但是如果是 大家對這個聚會的期待 就是良好體驗的話 那可能就要 又有你剛剛講的那些態度這樣 是 然後就是如果你想要推廣 做推廣這件事 你真的必須要體諒 很多新手一開始 他就是需要人 去培養他 去陪他 或者是給他一些 比較友善的觀念 對 不要把他養成那個樣子 你知道就是 我還有另外一個案例 就是有很多資深玩家 玩到最後就鬧翻了 嗯 你光我在這個圈子五年 我就看到這種資深玩家 互相對罵 然後鬧翻 再也不玩遊戲的場子啊 我至少看到四次 嗯 然後有的更有趣 有的是你自己培養出來的卡 然後玩到鬧翻 那我心裡想說你是有病嗎 就玩個桌遊 然後交個朋友 然後你花了三年的時間 培養出一個玩卡 然後你自己跟他說拜拜 嗯 我在想那個態度 其實也是類似的 就跟你現在 你在培養的是新手玩家 嗯 但對他們來講 他們就是在找這種 勝負心夥伴 嗯 你如果沒有辦法到達這個勝負心 你們就是垃圾 你們也沒有辦法踏入我的圈子 所以 一開始就應該被 就像你這個拿石頭的人 一開始就應該被淘汰 對我覺得 差異是在這個態度 是有一點侵略性態度 對 可是你要想 如果今天 起碼是那個場子 冠亭剛剛講的那個意思 我在裡面打農家 我會想 我今天如果死了 送我上山頭 不是那盒遊戲 說不定是冠亭 我為什麼要少一個朋友 莫名其妙 一個朋友可以陪我打一千場遊戲 我在這場遊戲贏一場 然後我失去冠亭 就是我 我同意你說的就是其實大家都在找自己的夥伴 但我覺得是手段的問題 就是你可以看高爾拿一個石頭 我就想 這個人 熱色 我心裡默默的打個叉就好了 就是我不用 新朋友 新朋友來 請坐 規則是這樣子 這裡有三個行動格 一個石頭 兩隻羊 三隻牛 你要選哪一個 石頭 下去 下面一位 所以你還要做一個局 讓他測試他 你會不會拿這顆石頭呢 你有沒有看到漫畫 就是這個時候就是旁邊對話康很多 有沒有 這個時候 高爾心裡就在想他要拿哪一個棋子這樣 好 左邊這個門過去 就出口 後面就是後門就出口 用這個來篩選 我以後要不要跟你一起玩遊戲 所以有可能進遊戲團的時候都會進一個Google表單 然後考試這樣子 太辛苦了 太辛苦 太辛苦 那蔡永你會不會覺得資深玩家太難改篇 然後你如果另外一個面向說我去對那些 剛入坑的玩家有一些什麼樣的建議 這個方向會不會有不同的效果 先說資深玩家難以改變 這的確是事實 我因為我嘗試過 就是十次吧 大概有九次 我發現資深玩家都 接下來要小心發言 我覺得資深玩家有很多 是因為他們在桌遊上都有投入了大量時間 然後有很好的成就 所以大部分 這跟我們現實的產業一樣 就是你在某個領域覺得自己很專業有成就 多半不太容易接受客觀的意見 然後通常你會發現 要他們能接受是你私交上也要跟他變得很好 對 比如說像我們固定玩的桌遊圈裡面 就有這種資深玩家 他可能哪一天譬如說生病了 我們會關心他一下 他可能覺得說你真的是朋友 所以 好啦下一次聽你一句話啦 對對對 然後你可能隔天玩了一次那種加熱 你就跟他說 欸你因為冠亭多拿一顆石頭你就跟他人家 你會不會覺得太太嚴肅了 好啦好啦好啦 下次不念啦 下次不念啦 好難喔 還要等他生病 還要等他生病之後還要買水果去找他 才可以改變這個 太難了吧 好我跟你一張行動卡 下一次 你可以抵換一次我的靠杯 不是 一般人可能到這裡就結束 偏偏我就是個7%人嘛 我還會壓迫他說 那我跟你講喔 下次他媽的你要再跟我同桌 如果你在這樣因為罵冠亭 我立刻站起來罵 真的啊我不騙你 我跟你講 我曾經玩過 有一個遊戲叫legacy 然後我們就是四個人一桌 我右邊是新手 然後呢 我對面是一個資深玩家 他布了一個局 那個局呢 我一看就知道 那個combo做起來會三個 他會大幅甩開我們 然後他是我的下家 我就跟他說 然後我算過 要連兩手才能卡他 所以你就跟他連 跟那個新手連手嗎 我就跟右手連新手說 因為他是新手啊 他已經最後一名了 所以我就跟他說 我也沒說什麼 我沒有叫他卡 我只是分析局勢 就是在他的鞋對家 在做事的時候 我就說欸你看 我的對家啊 已經這樣這樣這樣 所以他等一下這樣這樣 就會這樣這樣這樣 怎麼辦 這個太強了吧 我們大概都不用玩了這樣 然後他就生氣了 他就說你為什麼 要把我的事情公開出來 然後你為什麼要講這樣 因為他他應該 心裡期待的是 喔布了一個超強的局 被你看破 然後你還指使人家 來卡我這樣子 最後啊 他真的生氣了 我們是好朋友 他也生氣 他就說你這樣 真的很不道德 我心裡想是 就直接跟他說 我只是比較急歪了一點 沒有 我講了一句他沒辦法回的話 我知道規則完你有意見嗎 啊 然後 他就有點生氣嘛 剛好我右邊的新手玩家 看情況不對啊 他就想說 反正菜鳥這樣說 就照菜鳥做的時候 然後他笑完還說 菜鳥叫我這樣做 哈哈哈 直接把揍隊給你耶 然後他就很生氣 他就臭臉 然後就開始 欸等一下 我覺得這個新手有 策略玩家的姿子 哈哈哈 不錯 不錯 他就臭臉 然後臭臉了之後呢 他就非常生氣 開始吼我 那我也有意見了 知道吼的程度嗎 他吼我 好累啊 我覺得這個就是 我最討厭的人 你說吼這件事嗎 對就是你會直接走心 然後 就菜鳥沒有作弊啊 對 別人看出你的策略不是 那你知道嗎 通常這種場合 大部分的人會想要避開 因為他畢竟 比我拐了兩倍 我怕他一直 可是偏偏我就是不怕打的人啊 我就想說你有種就來打我啊 你看你看 你說拐兩倍這樣害我心裡會有一些 你不要再想 不要再想 不要再想 我的名單好像 嗶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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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 但我就做了一件事情 他也很可愛 你知道我就更 我就繼續講道理 我說大家都照規則完 如果你這樣combo jump 我不講出來 這 基本上這兩個陪打 他們遊戲體驗也不會好 那你是一個超級資深玩家 你還介意人家這種事情 你到底在介意什麼 你到底有沒有品啊 然後 他 他就 他就不講話 我知道他已經服輸了 就是被我講到 講道理講輸了嗎 我還不放過 我就說 我就說 給我道歉 我說 給我對新手道歉 還有對我們道歉 新手就在外面講 啵啵啵啵啵 對 啵啵啵啵啵啵啵 沒有沒有沒有 新手 繼續 新手就是這樣 他說不用啦 不用把氣氛弄那麼髒 然後他就不講話 因為我動完了嘛 我就真的卡了他 然後下一動 他就輪到他 他就一直不行動 他就 大家都知道他生氣了 我又逼他道歉 我說你到底道不道歉 我說我就是很看重這件事情 如果你今天不道歉 這個人一輩子再也不跟你玩遊戲 我覺得 不會不會不會 不會不會 應該也沒救了 沒有 這時候 我就要讚美一下他 人家還是很有修養的 他就雙手按在桌子上 他說 不要逼我 我已經在忍耐了 然後我就大笑 我就笑出來了 我就說 好 我就當你道歉了啦 你知道 你看像我們都這麼熟了 都已經是朋友了 都是他生病 我們會去探望他的 我們都逼到這種程度了 不過也是因為我知道 他本來就是 耕底是善良的人 所以我們還能在一起玩 還能在這個團裡 但我就是不希望 我在的團裡面 有我不喜歡的行為 如果你今天 不是我朋友 我管你去死 反正你一輩子孤老中生 你得罪多少人 管我屁事 就是因為你是我朋友 我要告訴你 你這件事會得罪人 嗯 從此以後你會沒有朋友 因為那個遊戲結束了之後 我其實是有跟他講的 我就說我為什麼要逼你道歉 這個人不認識你 然後他第一來就聽到你的名號 然後就被你這樣虐待 那你想過嗎 你有想過你在別人的心中的印象 長這樣嗎 那我如果當下不逼你做這些事情的話 這個人一輩子不管有趣 出去還會講說那個雞巴人 但他現在出去講的故事 應該也是蠻可怕的 不會 我上次跟那個豬肉圈的人玩的時候 那時候他們兩個都快打起來 因為 他們兩個都快打起來了 因為我跟你講 他那一次在銀隊就這樣拍的時候 就是說不要逼我 我在忍耐的時候 全場都快看我們這一座 這故事應該越大 對 但我們還是好朋友啊 他還是在銀隊裡啊 而且他確實有改變 OK 有在注意這件事情 對他確實慢慢改變 其實我最驕傲的就是 這個玩家 自從跟我們一起玩遊戲 他心裡的善良 他這兩年來風格確實改變很多 他會開始體諒一些人 然後開始能夠接受一些事情 你是一個人生導師的角色這樣 不是人生導師 我甚至 他還有一次打電話來 就問我說 你為什麼要在遊戲中 這個反應 我竟然也花了一個小時 告訴他說 我為什麼這麼想 我為什麼這麼做 那 原因也是因為我重視他 我把你當朋友 就回到上一句嘛 就現代的時間這麼寶貴 我管你一句實 你今天就是一個七八人 你就一直是七八人 你一輩子沒朋友 對不對 你出山頭 上山頭我也不會管你啊 那 就是因為我在意你 我才會在你身上花 就是需要他變好 對 那我也可以告訴他說 你也可以不聽我的啊 你就繼續照你的 那我只是告訴你說 你這樣做以後 我們就 我就不跟你玩遊戲了 我就當著他那邊講 你就在這個風格 我一輩子也不會跟你玩遊戲 那你就看著辦 大家都溫良公儉這樣 你只是不想問 我們團裡的人 每個人問過 你看有多少人 不願意跟你玩遊戲 那 你就自己solo就好了 所以 所以這個就是 所以這個就是 我一直想參與的事情 就是剛剛又瑋講的 建議新手 老玩家為什麼很難改變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新手 如何避掉這些老玩家 就很簡單啊 就是 你最好的方式 是跟一群同程度的人 一群成長 菜雞互佐有沒有 對啦 你就是跟你的朋友一起玩嘛 一起越來越深 或是 就是都可以啊 玩新遊戲這樣子 對 然後如果你發現那個桌子裡面 有資深玩家的話 你知道惹怒他最快的方法是什麼嗎 他做什麼你就做什麼 你走那個流派 我就跟著 卡爆你 我跟你講有一次 就是我們玩那個 快castos 就是那個白城堡 然後 那個遊戲還沒上市 然後 然後ag呢 就是 一開始就看到一個combo 他就開始做 然後他的下家是一個新玩家 就跟著他做 最後那個玩家贏 然後ag就開始噴那個遊戲 什麼bag 後面 而且後座的人還可以沒有高分 我說欸 你這樣有點偏頗喔 你看到這個combo 你只做了兩次 可是人家想辦法串到三四次啊 人家就是有那個能耐 是你自己不堅持的啊 是你自己 就是 如果你自己從頭也堅持到底 你還是會贏他 是你自己在那邊賭爛說 我不想被別人模仿 我要換個車就救急就輸啊 對 那你就不要去靠杯這種事情嘛 那 我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是新手玩家 你要嘛就拆機互助 要嘛就是 找到一個 至少 你可以測試一件事情 就是 勝負觀這件事很重要 就是 如果帶你的玩家是資深玩家 他很在意勝利這件事 我所謂在意不是說他就不求勝 或者是就故意讓你 不是 是 他在求勝的過程中 是非勝不可 還是盡力求勝 這兩個有態度上本質的差異 非勝不可的意思就是說 你只要做任何阻擋他勝利的手段 他就 走心啊 對 他就生氣 他就非常的賭爛 然後或者是你做了King Maker 或幹嘛 他可能事後會跟你講 就是比較好的 但他現場就發飆 就是事後講 就會是很好的一個狀態 對啊 他如果現場就發飆 或者是就直接指責你說 你幹嘛卡我 而且他不是開玩笑的 是那種就是 死你全家 那你 那你就知道這個人 不是你能夠 繼續玩遊戲的對象 你如果想要你的策略 遊戲的路不要中斷 你就閃開 而且我會建議 所有新手玩策略遊戲 不要開四人局 最好 不要開滿嗎 對 最好開三人局 因為 兩人太零和 然後四人太拖沓 而且萬一四人裡面 又有兩個支撐的玩家的時候 就根本是寫 陪玩 陪玩概念 這時候就業配 根本寫怒啊 寫色狂怒 然後三個人就是 遊戲時間剛剛好 然後你也比較容易 菜雞互佐的辦 那萬一三個裡面 又有一個資深玩家 一起卡 對 你們兩個一起卡他 對啊 就一起兩個菜雞互佐去卡他 這樣 那我覺得那個場子 是比較適合 這是我給新玩家的建議 嗯 我們這個情境都會出自於 因為老玩家他會這個遊戲 可以教這個遊戲 所以就會 當他要帶這個遊戲的時候 他自然就在這個局裡面 嗯 我自己會覺得 其實最夢想型的方法 是一群人一起 從同樣的階段成長起來 那個是最好的一個狀態 但 就是連規則都自己吸 對 自己看這樣 但 我只是會很納悶說 其實這件事情 常常是卡在規則上面 像是以出版社的角度為言 規則影片這件形式 為什麼沒有變成一個正常產 我是說就是 我都已經出了一個遊戲 為什麼我 就不是直接出一個影片 讓大家 可以更smooth的進來這件事情 可是就算影片 大家也不一定 就真的會看影片去 因為用面對面的教學 還是最好的方式 好 因為重度跟細節 而且其實通常都是 我有這個遊戲 所以我帶來跟大家玩 對 我想玩嘛 然後我找人玩 對 然後因為我找不到 可不可以有沒朋友 所以我找不到 你是不是要檢討 為什麼你沒朋友 我覺得大家都很好喔 對 所以其他人是我 OK 好 第一個應該是 玩家心態的問題 就是很多人是只玩遊戲 不看規則的 所以你就能做那些影片 很多人不會去看 對啊 因為他就是這樣 因為他期待別人會叫他 對啊 你看又要講農家樂了 他們有很多農家樂玩家 一輩子只玩農家樂 他不想學新規則啊 他就覺得我學了新的規則 然後遊戲好像也沒和農家樂玩完 那我就繼續農家樂好了 真的啊 我認識好多農家樂玩家是這樣 好有意義喔 對 就圍棋型玩家 並沒有在追求變化 整個內容有變化 他們在圈內的變化 還是有變化 對 就是公園下棋阿伯 玩到出神入話這樣 對 他要下到出神入話 第一首 有沒有 公園下棋阿伯都已經套路到 上砲就上馬 上馬就上兵 之類的 只是棋埔都已經備好了 對對對 好 這就是菜鳥對於 中度玩家的傲慢 傲慢與偏見這樣子 好爽喔 這一篇講完我是不是不用拍 我不用拍類戲劇了 你是不是心中那個火熄滅了 已經在釋放完了 不是 我是覺得 那兩三個玩家 跟女生沒有關係阿 雖然其中有兩個是女孩子 但是我真的覺得 就是如果他們因為這樣放棄了 好可惜阿 對阿 沒錯 被拳退這樣子 對啊 那大家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這個圈子的女性玩家特別少 不就是因為暴力之氣特別多嗎 對就是我真的有遇過很低調 其實台灣的女性策略玩家很多 比我們想像多 大概有三層 我從我的訂單下單的那個性別分布 但為什麼都沒有 那個比我們頻道的那個輪廓還多耶 真的齁 對 而且這時候就要驕傲一下 我們擺攤的時候 說要來拍照女生比男生多 對 對 但是 所以你看嘛 頻道風格要調整 我們是直男頻道 那我要講的就是說 欸 女性策略玩家那麼多 為什麼我們很少看到 我就去看他們都在哪裡玩 我發現他們也有自己的圈子 而且 他們玩遊戲的氣氛 真的是比我們要和緩的都 這只能歸咎到荷爾蒙是不是 雄性荷爾蒙就是會猝死 求勝這樣子 對對 比較殺氣蒸發的一點 但 所以 我們就可以告訴資深玩家說 你沒辦法控制你的荷爾蒙 你也沒辦法控制你的經驗 歷練 但是你可以控制你怎麼對待別人 就是希望這個風氣能夠被提倡起來 如果就是因為講這些 那就有些玩家就覺得自己被刺到 那就被刺到吧 這樣 好 這一集已經一小時40分鐘了 好 先切這一棟 黑白切 對啊